今天来尝试一下阴岛家的悉尼黑色罐子 挺容易沾土的 但是这个罐子这辆真的很好 就这种时不时开出一色店家 最让人有期待感了 就不知道它会带着什么样的创意 突然袭击 这个是一生的水潭 这颜色从罐子里看感觉很漂亮 很好看的紫色 黄皮跟紫色最搭了 分量很足 就是你戳下去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叶水胶的厚实和水润软糯 但是你拉伸 捏泡泡的时候 又能感受到刮耳胶的韧劲 在阳光底下玩真的很舒服 这个手感还是很棒的 送了一个小网格 我觉得还是用我的大网格拉 因为这个你的分量比较大 刚刚好 是一个紫色乌梅紫 妈呀 很酥脆很酥脆的声音听着非常解压 这种就是不光听起来解压 玩起来也很解压 逐渐从紫色变成了奶奶灰 属于耐玩又好玩的啊 起年之前有颜值 起年之后有实力 接下来是两个纸盒装的 我于是盲盒呢 写的名字 这个是等花开 还是和之前一样 这种胖嘟嘟的小玻璃瓢 里面做了一个悬浮架空的设计 还挺可爱的 感觉像魔法药匙一样 这个木塞也做了一个 就是革垫 要不然这个木塞真的很容易发霉 胶体软硬刚刚好 有一点颜值液体胶 有点血壁味 胶体很厚实 再拆这个 不出意外的话 它们俩应该是相同的质地 不同的云然 啊猜错了 这个就是液体胶 加了一些糖纸 所以有点像液体眼影 不是什么很新奇的颜值 也不是什么很新奇的质地 中规中矩 但是配上那个瓶子 就感觉很有意境 声音也很响 胶体的用料也很扎实 有时候液体胶 你做太多的晕染 整太多颜色 它反而不好看了 淡淡的就可以 混合圆了之后 感觉有点像掉在这沙子上一样 这样看颜色有点沙尘暴 胶体比较弹 这款叫潮肩带 这个木银看像关岛一样 底下应该是石鹰沙 这石鹰沙肯定是后放的 因为它这段还是干的 颜色是浅浅的蓝 垫在手里还挺有分量的 这个胶带撕完之后 盒子上不留胶 还送了这一小块 啥呀 有点像洗碗棉呢 这干啥 它是在模仿这个海潮 带来了一块海绵宝宝 和一个拍大星是吗 这不就海绵宝宝和拍大星吗 在阳光下戳一戳 就是它底下这些石鹰沙 在我手指抽到底部的时候 会有沙沙的声音 这个沙子果然是固定住的 不是 是太过于雄厚了 就像你泡奶粉被泡开一样 一大块固在那 海盐加身海豹 这个小石鹰沙 它会倒吸水分 这个泥就会后期很容易变硬 这个混合在里面被包裹的还挺好的 不会觉得特别拉手 特别磨手 就有点像 手感就像是没划开的水边雪在里头一样 拍大星 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